针对此前,美军高层近日曾多次给中国军队领导打电话,但被中方拒绝的相关报道,中国国防部8日回应指美方对外炒作、混淆使听、甩锅推则,并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放弃以台制华的幻想,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军职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破坏沟通管道的责任在美方,以后是否要重建,或两军如何交流,是美方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而定。 8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中方取消中美两军三项交往活动及美美有关炒作打记者问。 吴谦重申,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方主动挑衅一手制造的,美方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果。 对于中方宣布八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吴谦表示,中方有关反制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正当捍卫,完全合理,恰当适度。 吴谦强调,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 美方一面制造危机,一面又声称要管空危机,为其错误言行和挑衅举动找托词打掩护,甚至对外炒作混淆使听,甩锅推责。 我们坚决反对。 此前,美国政治新闻网站五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的话说, 在台海局势升温之际,中国军方高层官员本周没有回应美国防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官员的多次来电。 相关军事专家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达记者问,似乎侧密印证了此事, 而且也表明因为佩洛西窜台的恶劣行径,中美军方高层通话的氛围拨复复存在。 事实上,当前中美两军连工作层面的沟通都已经取消,高层通话更胡从谈起。 对于美国利用媒体来爆料,中国军方高层拒绝通话,一位匿名军事专家进一步指出, 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你不能一边姿势挑适,一边希望和中方加强沟通,构筑所谓的护栏, 达不成目的就把责任推给中方。 毫无疑问,此次破坏沟通管道的责任在美方,以后是否要重建或两军如何交流, 是美方纠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而定。 这并不是美军方首次利用媒体来渲染,中国军方拒绝中美两军高层通话的申请。 在2021年上半年,美军数次借用消息人士或美国国防部官员来向媒体爆料进行炒作。 军事专家表示,美国就是试图通过拜克风外交向中方施压,希望达成自己的目的。 2022年4月2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 这是拜登上台来,中美防长首次通话。 路透社当时报道称,这次通话是奥斯汀请求的。 数月来,他一直试图与中国军方高层通话,但均以失败告终。 军事专家表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当前的局势下还能维持现状,因此交流意愿更迫切。 对于中美两军沟通的前提条件,发言人胡谦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即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 这表明,美方必须通过尊重中国主权的实际行动,形成有诚意处理对华关系的前提条件,才能使随后的对话有建设性基础。